我們最後呢,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雲端平台 那一樣,您從下面這邊直接點過去,超電節就過去了 好,進來之後呢,您可能需要做一個註冊 當然您可以選擇用Google的帳號跟它做串聯 那或者是您就直接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馬上註冊一個 那我如果記得沒錯,應該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如果你是用下面Email註冊的話 那如果你跟Google帳號整合在一起就不用 好,所以您可以先稍微註冊一下 如果你已經登錄了之後,會有這樣左右兩邊 一個是積木程式,一個是裝置管理 我們就從左手邊,這個Barclay的積木這邊開始 您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進到它的這個寫程式的地方 跟我們剛剛用的Barclay模擬器都很像 可是增加檔案的方法不一樣 你進來之後呢,你先看一下左上角 你會發現這裡有分幾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自己寫的 另外,你有分享出去的 還有就是有線有公開的檔案 等於說ABNU寫好了,它有公開的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引用 因為我們在這邊提供的積木比較多 所以我就先從上面這裡有個加號 有沒有,新增檔案 我把這裡放大一 新增檔案,左邊這裡 新增 好,你就給你的這個 城市一個名稱 比如說你現在要做這個溫濕度 好,你就按新增 好,新增了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點進去 等於說這個方法就跟我們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直接進去,不用注射嘛 馬上就用了 現在是你要點這邊,點進去 但是這樣你就比較熟悉了,有沒有 而且呢,上面這裡 有告訴你 你現在在編輯的是哪一個檔案 所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第二個 這個,你有看到不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左手邊 好像 有沒有越來越多 積木是比我們 布拉克里多很多 所以 他現在把它分得更清楚 因為他最近才又做一個 比較大的改版 所以這邊又分得更多 那 您看一下 我們剛剛 是 搭配溫濕度 那 你來看這邊 一樣的 你把那些基本的先放進來 開發板 Smart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 在這邊 好,這邊都進來了 剛剛的環境偵測 這個時候他放在什麼 環境偵測裡面 有沒有一個溫度跟濕度 另外你要有看到什麼 PM25就是這個 他也有支援PM25 但是你必須在這邊才有 好,外面就沒有 好 好,我們就找到這邊 都跟剛剛相同 先把硬體先放進來 這裡是接到05嘛 對不對 好,接到05 積木放大一點 05 那 一樣的,你既然做偵測 我們就做這個部分 你要顯示在這邊也可以 把它顯示文字 通通都一模一樣 把它顯示出來 如果你要自串 就加自串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 文字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我這次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三個就好了 測得的溫度 濕度 好 然後呢 再加上剛剛的文字 換行 這樣 那你先測試一下 確認程式是不是OK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是不是跟剛剛都一模一樣 那我們現在重點在哪裡 是不是要把它寫到 資料部裡面 我們這邊呢 我們搭配Google的試算表就好了 如果你剛剛還沒有把你那個 登錄Google章號 你可以登錄一下 我們在這裡 我在這邊 Google 雲端硬碟 可不可以增加一個Google試算表 可以喔 我把它增加一個 好 標題是什麼 這個沒有影響喔 好 那麼你可以給他一點點的標題名稱 比如說這是日期 用時間就好了啦 時間 時 然後 溫度 再一個 濕度 好我就先記錄這三個數值就好了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這樣各位 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了 那 我待會就準備寫到這邊來 我就寫到這邊來 那麼你在寫入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 還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 預設共享出來 請問有沒有編輯的權限 沒有啊 你平常共享回編應該都只希望他看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右上角這個共用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你要把它改變一下 這裡 所以 我不是只能檢視 還要能夠編輯 因為還要能夠寫入 還要能夠寫入 所以我在這裡 更多 你們如果不是 我們學校有那個Google貸款信箱嗎 網域的Google貸款網域信箱 就是你是學校網域 但是進入的是Google界面 有 如果有的話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預設分享 是只有那個網域的可以用 所以 我這邊 要所有人都可以用 我要點更多 變成是什麼 在這邊 可以編輯 而且是知道連結的 因為預設是只有這個 網域裡面的可以用 可以編輯 你要變成像這樣 我按確定 這樣就OK 那這個連結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待會兒我們在WebDynol面 就可以直接 利用這個連結 把資料寫進去 這樣準備好了嗎 等各位一下 連結準備好之後 我們現在回到剛剛的那個程式這裡 現在是把它顯示在這邊 可是我希望它還做一件事情 你看我們左手邊 那邊 有沒有一個是叫資料庫的 有對不對 你把它打開 它預設跟兩個資料庫可以做結合 一個叫Firebase 這個你用免費的也可以申請 它比較類似像那個 買系統那種 好 就可以做比較多 那我們用Google試算表其實也夠 以我目前來講 所以我們就選擇Google試算表 好 那你要告訴他 你的這個基本資料 放在哪裡 放在設定下面就好了 就是還沒有開始偵測之前 我是不是要先做一個初始化 對不對 好我先告訴他 欸我 開發板進來之後 我需要有一個 這個試算表 我的網址就是放在這裡 剛剛不是複製一個嗎 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工作表名稱 如果你沒有特別修正的話 應該預設都叫工作表一 對吧 都是工作表一 所以這個呢 應該是不用改 好除非你有變 好那我初始化完成之後 我要把剛剛的內容 是不是要記錄起來 所以我在這邊 選有沒有一個第二個積目 就是把我的資料 是不是要寫到試算表裡面去的 好 欸你們應該都會那個西瓜語法 蛤 你們沒有跟資料故作結合過嗎 西瓜社會也好 我買西瓜都需要 SQ那個 對啊 那是 才有辦法用啊 我現在不只把它寫在這邊 還要把它寫到什麼 那裡面去 那 我要寫進去 我有幾個欄位 我有準備時間 溫度跟濕度 這個三個欄位 所以我這邊不夠 怎麼辦 齒輪給它按下去 再拉一個出來 這樣有沒有三個欄位 ABC嘛 好那 現在 好了之後我就來這邊拉 那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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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在控制台裡面 時間 這裡 溫度 濕度 丟出來 丟出來 這裡是溫度 欸這樣好了 欸 真的假的 先試試看 Play一下去 這裡看到 來順便看一下這裡 請問有沒有一起進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是不是開始紀錄了 反正現在不會變啦 沒有太大改變 但是你可以看到時間真的有在變 這樣沒錯嘛 預設一秒鐘 是不是偵測一次 其實老實講 真的是不用一秒鐘 偵測一次啦 因為一秒鐘 偵測一次 資料那麼多 沒有用啊 因為環境的這個變化 也沒那麼快 也許你可以幾分鐘 甚至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一個小時偵測一次 其實就夠了 看你的密度 這樣子 所以有沒有發現 用Webdino 跟資料固結 還蠻方便的 你Firebase那邊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重要的是 要收集資料嘛 那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去做執行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Webdino的程式 它畢竟不是怎麼樣 不是寫在韌體裡面 就是那個電路板裡面 所以它的程式是不是在所有端執行的 今天如果你把這個網頁關掉了 程式就不會執行 這是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做比較久的監測 理論上來講 比較好的方法要怎麼樣 你要用Server 就是用Webdino 它也可以自己架設 或你去外面租用空間 去把它的這個Webdino 用Node.js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接觸過Node.js 有的也許有的 就是它可以比較方便的 就可以去接收在Server段 去執行這個Java Twitter 而不是在我們的Knight端 你在Knight端執行 就會遇到我剛剛講的 程式 就是關閉了 就沒有了 這個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簡報的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 簡報的最後面在這邊 我有提到一個就是 地圖顯示它也有 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 因為跟Google地圖結合在一起 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您對於這個Server有需求的 你可以簡報第143頁這邊 Webdino它有開源的資料 你可以到這個上面自己去抓 去抓這些層次 那麼抓好之後呢 這裡有教學 有教學 你就可以把它弄的這次裝起來 然後跟Webdino做整合 做整合 這樣就比較方便 那以後呢 以後Webdino呢 它也會有另外一個 就 NORAD 這比較流程式的 比較流程式圖形化的介面 去做設計 還有 如果你想開發行動裝置 它有一個叫做 T Pro T Pro Proto 它是以JavaScript Mobile 叫JQM 為主 所以你開發完了之後呢 可以直接把它變成APK 我們APP的那個 或者iOS 不過目前 它還在還沒有完全正式工 完成 就是目前在這個平台上都是做測試的 都做這個 但是有部分功能是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像類似像积木的方式來設計什麼 我們的那個 行動裝置上的介面 或那個應用程式 那做好 直接用匯出 直接匯出 當然你有註冊就可以 發布到什麼 Google Play 或App Store上 如果沒有就自己賺 這樣 有了解的齁 這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